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是因为这两本书《魔虫人间》一加二的出版的话 我们还没有机会可以在台湾访问到你 所以一开始我就想先来谈谈这本书 因为一其实是2011年写的 对对对 其实是2011年写的 2011年才出版 对 等于隔了差不多十年以上才有了二 那这十年当中其实你出了很多其他的不同类型的小说 几乎都没有重复 那为什么你会想要再来延续《魔虫人间》的这个故事 什么理由让你觉得你非要写他不可 其实也不能够说是非写不可的 因为其实最初就是出版社他们找我 应该是2015年左右的时候 他们想找我出版一些以前的奇幻小说 他们想要出版重复第一集 但是我说第一集出来的时候就是它很短 以前第一集它是在便利商店卖的那一种很便宜的那种书 就是40多块钱 小小本的那个宝宝对不对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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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它这书很小就是五万字 五万字都出一个一本书好 像我觉得有一点不好不好看 所以我就跟出版社说啊你等我一下 我啊我要一些idea我写这个第二集就好了 但是我就在拖拖 所以其实不应该十年 其实五年就应该 对其实很好意思的 应该七年左右吧 但是我拖了拖了是十二年了 才完成 但是其实那个idea 那个想法那个故事第二集的代纲 其实是在写完第一集之后已经有了 对所以其实其实我不是十二年之后 再看一次第一集之后 再想啊我有怎么写这个书片 其实就是那个书片一直也在我的脑海里 对对对对对 哦原来难怪我看起来觉得说 中间出版时间隔了这么长 可是故事的衔接完全没有违和 原来那个思考的连贯早在当时就已经出现 其实还有一些比方说 我不知道其他的作家是不是这样做 但是我自己有的就是 我要想到一些idea 就把它写在这个笔记本里面 以前就是写在这个真的是纸本 现在就是写在你的派里面 对对对 所以其实比方说刚才说第二集的一些idea 其实很早很早已经在里面 哦对 当然有一些是之后我在想 比方说啊那个人物是不是要 有多一点的戏份 还要是它应该有新的某一个角色 它也比较重要 有些改变一点点的 但是那个大方向是一样的 这是最错最错的是要想到的 所以其实我真的不想开这个空头支票 但是其实我已经有想过 如果有第三级第四级五级的话 应该有怎么走 所以现在也差不多有一些想法在你们老海里 但是其实就是我有其他很多的书 其实每一本书 差不多每一个故事也要想过 它的下一本怎么走 所以如果这么说的话 你看到前面 你看放了其他的书 其他的书其实也要想过 它下一本可以怎么做 如果有第二级的话 所以都有延伸的可能 对 但是讲到延伸 我自己倒是 因为你刚才就提到了 你一的时候因为是比较轻薄短小一点的 五万多个字 所以我确实觉得第二部续集魔虫人间 它整体的故事的架构 复杂性 关注的层面 涉及的层面 都比第一集其实要大的很多 那对 我很想知道的是 这代表了什么 代表因为你现在更成熟了 可以处理的层面更广了吗 这是理由之一 我觉得真的 如果我十年前写不出来的 应该说如果我十年前写这个第二集的话 读的时候的感觉会完全不一样 它会应该比较近第一集的那一种 就是人物不会太个生日 不会那么深入 对对对对对对 但是但是因为我就是这些年写了很多其他的作品 是没错 而且我就已经发觉就是啊 破绝其实他们很喜欢啊 看人物的一些啊 内内部的那些东西 内心里面的 对对对对对对对 而且就是这些内心的东西 他们才会有这个啊 比较大的投入感 所以其实在第二集的时候我就花了很多的 比较多的时间在描述一些这些人物的一些啊 啊 不同的啊 啊 地方 尤其是心情的转折 对对对对 特别那个主角 我觉得 我很很很简单一说一说就是 如果你看第一集的话 你不会感 不会太感受到哪个角色的哪种喜怒 爱乐 还有他的矛盾 对对对对 但是第二集的时候 你会真的有一些角色 你会说啊 如果我是他 我面对这一种的啊啊啊啊啊啊啊 两难 嗯 怎么办 嗯 就是这样子 但是因为第一集的时候 其实我刚刚有看一个 看你的反感 你会问我啊 是你说 第一集就是说一下退离的方面的旅行 其实我觉得第一集它不是退离小说 它是假的退离小说 但是好像是退离小说的恐怖小说 啊我正要讲 对 因为坦白说哦 我在过年的期间看你这套书 嗯 我觉得看的蛮惊吓的 哈哈哈哈 你其他的比较像 就是本格推理的感觉 对对对对对对 但是这一部我觉得真的比较像恐怖小说 对对对对 到底你自己是怎么去设定的呢 哦 其实第一集的时候 它真的就是一个 我只是把它 想把它写做一个恐怖小说 但是我想把它 办做一个退离小说的 就是突然我看啊 这个好像是退离小说 看到最后最后的时候 发觉 原来这个是恐怖小说 我就是要有这个想法 有有你成功了 因为你有吓到我 但是第二 第二集有一点不一样 第二集它还有它恐怖的部分 嗯 但是我其实我我我 我想这个一个是一个恐怖小说 恐怖电影 嗯 也会面对的一个问题 是 这是永远是第一集是最恐怖的 哈哈哈哈 你比方说 你看一些电影啊 恐怖电影的系列嘛 第一集 你会看啊 就是非常非常恐怖 第二集的话 你会觉得啊 它还有一些恐怖的部分 但是它已经变成了一个 比方说 我奇幻的作品啊 其实我觉得 我这边也是 为什么有这个问题就是 啊 我们为什么会觉得 看一个作品 看一个电影 看一个小说 为什么会觉得 它是恐怖的 是 就是因为我们 还不知道一些东西 我未知 对 未知的恐惧 是 是 但是 我的 比方说 因为我是写推理小说嘛 推理小说 哦 我是 我是 我是推理作家 就算我不是写推理小说也好 还是有一点的推理的部分 是 我自知是过不了自知的心里的关口 就是最后最后的时候一定有把一些事情说清说错 嗯嗯嗯嗯 所以当 你说清楚之后 那个未知已经 不是未知的事 是 是我们已经知道了 对 你就没有办法再 做那个恐怖的感觉 所以其实你看这个摩虫第二次 它是比较有多一点的推理跟这个奇幻的部分 对 嗯 所以 其实这是旅行上面的一点一点我也想不到怎么做的做法 比方说如果说有第三集第四集的话 我也觉得它应该也不会做得太个像这个恐怖小说的做法 是 有困难 那请问一下像恐怖跟奇幻 其实常常也会跟推理连在一起 但一般我们讲到的推理就我们最常听到的就是所谓的本格推理 对对对 社会推理 对对对 那虽然很多人看推理小说 但是这么多流派可能看的人不见得很清楚 所以好奇你是推理作家嘛 要不要以专家的身份就跟我们书榜的观众 稍微的分析跟说明一下 何谓本格推理 何谓社会推理 那么奇幻跟恐怖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又可以归类到推理类的文学作品呢 先说一下这个本格推理跟社会派的推理 是是 其实这个名词本格是日文吗 对 本格就是日文的原来传统的意思吗 其实我们说本格推理其实就是传统的侦探小说的那一种就是Charlotte Holmes 是是是是是是就是有一个故事用通常也是有一个谜团出来 有一个侦探他去这个调查 特别人 特别人跟着这个政策去看很多的线索 对对对对 之后再有一个谜底有个政策就去解决这个事件了 这个是一个很 啊 传统的做做法 所以其实也就是本格推理的最基本的一种做法 是是 但是如果你说社会派的话 社会推理就是他还是还有这些谜团 他可以是一种本格派的一本格推理的哪一种的架构 但是他的重点不在这个政策推理这个案情的部分 而是在这个跟社会相关的部分 比方说如果我现在有一个故事是一个家庭发生了这个谋杀案 是是 一个丈夫杀死了他的太太 如果是本格推理的话 我们一开始就会看到比方说一个房子里面有一个女生的尸体 我们不知道谁是空手 侦探还是警察来探案查案 比方说如果是本格推理这位 比方说有这个犯人就是这个 刚才我说是丈夫 先生 我们通常不会知道这个是犯人 但是如果知道他是犯人的话 他会有一些做一些不在场的警民 有些轨迹去摆脱自己的 被查出来的一些 摆脱嫌疑 但是如果是社会派的话 刚才说的可能也有 但是他会问一些问题 为什么这个丈夫会杀死了这个太太 是不是有家暴的问题 是家庭暴力的问题 还是为什么是不是他的工作不如意是一个被压坡 他就把他自己被压坡的那一种工作部门的情绪发泄在这个 他太太的心上 就是一种我们会问一些社会的跟我们社会有关的议题 所以这个就是社会派的推理的做法 所以其实同一个题材他也可以做不同的旅行的 就是看这个作者他放的重点在哪里 那我看到你的作品里面 我常常觉得是两者都有的 我想也是啦 但是我也比方说有一点 比方说某种人间不是推理 他就不能拿这个来谈 如果说离王迎景 离王迎景这是本家的 他的社会方面的东西不太多 有一点点但是很小很小 因为其实我想了一个有一个说法 我应该记得是我忘记是外国哪一个朋友 我忘记是日本的还是韩国的 他们说离王迎景这个故事 你放在东京你放在韩国的首尔 也可以做得到 好像有道理 对对对 但是你不能放这个1367放在这个日本放不了 是是是 而是根本放不了 比方说台湾也不能放 就是因为他跟那个社会的结构 跟社会的历史的关系很重 对 但是离王迎景你就是放在那边 有一些地方你有改变一下 但是改变一下就好了 对 但是有一次比较特别的 比方说就是我另外一本《往内人》 《往内人》的特别的地方就是 它是一个香港的故事 但是我知道有日本的朋友 他说其实这个故事你放在日本也可以 是 为什么可以这是因为我在书里面写的一些香港的问题 社会问题 日本也有 我想应该就是我们东亚 嗯 嗯 有意思的诚实 也有的 基本的 大家的共同有的问题 嗯 但是如果你把 比方说你把它放在 啊 美国 对 你就不一定行得通 因为 对 比方说这个《往内人》的故事一开始是 有一个女生在这个香港的地铁 有这个闲驻手是不是怎么念 台湾 色狼 色狼 对对对对对 但是如果你在美国 他们也不是坐地铁选学的嘛 但是台湾跟日本跟香港也是嘛 对对对 就是差不多的社会情况 对对对对对对 既然后期讲到了这一点 那我就觉得 反正我们先讲到了《遗忘刑警》嘛 嗯 它其实在你的生涯里面算是 很重要的一部作品 嗯 因为我可以这样讲吗 它让你算一举成名吗 还是《一鸣惊人》呢 因为那部小说让你得了 《导天庄司》 对对对对 的小说奖的首奖 《一鸣惊人》有点夸张 但是啊 《导天庄司》奖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奖 是 《遗忘刑警》出版的时候啊 不单只出这个中文版 还要出这个日文版啊 是是是 出了这个意大利的版本 对 其实在《遗忘刑警》之前我 《遗忘刑警》出版也充数了 本来想就是慢慢写一些小小的书 增加多一点的兔子 哦 ok 但是没有想过就是《遗忘音警》拿着这个手掌 对 其实我最初参加的时候我就想啊 如果《日文》就好了 因为《日文》的话它只会出版 出版的话你就多一本书的版税 是 其实这是很单单的 这是这样子想的 是 所以其实它 拿奖之后 其实有一点 令我 重新的想一下自己的career path 嗯 之前我就是在学《气球人》啊 《莫重人间》这种比较不太推理 有推理的东西 但是有更多其他的旅行来增加其他的 喜欢其他旅行的拓者的做法 但是你拿着这个《导天将士长》 你就拓者会觉得啊 你是推理小说长的手掌得主吗 你就应该有些推理小说 哦 所以其实为什么我写完之后 我写一三六七就是这个原因 哦 但是因为你讲到了一三六七 刚刚又讲到一万一万的刑警 我就不得不来问 你为什么这么喜欢写警察的故事 其实不是喜欢 我为什么会这样问 因为我看过很多其他的 比如说欧美的或日本的推理小说 警察的角色常常都 笨蛋 我都不好意思这样讲 我本来讲的是守旧 或者是很僵化 然后都会败给斯嘉侦探 可是你的笔下不是 你笔下的警察 其实 其实是社会派的小说 如果你是写本歌 本歌推理的 就应该放一个侦探 就是刚才说的那一种 就是Sherlock Holmes的夫人摩斯 哪一种 对对对对对 就是旁边的警察也是笨蛋 就是所以他最最厉害 所以他才厉害 对对 但是为什么我没有做这个事情 是因为如果你这个故事是放在这个我们现在现代的社会里面 你很难把这个警察写得很笨 如果这个警察不管是香港的还是台湾的还是日本的 如果真的那么笨的话 这个故事那个就会有虚口的感觉会很重 如果你的故事不想有既有这个虚构的感觉 还有这个很多比较写实的感觉的话 就是用警察当这个主角 当这个警察叫最方便 是方便而已 其实方便而已 对对对 所以难怪1367里面的主角 根本还就是个神探 因为我其实我自己个人 我特别偏爱1367 对对对 因为他让你得了很多奖 但我自己读起来身为读者 我确实也觉得那是实质名归的 因为他看起来好像是六个短片 可是呢 其实那是单独看是成一个故事的 整个集结起来看就回到我们刚刚的单独看下本格推理 可是当我把它看完之后 哇我觉得他也是社会推理 而且你是很宏观的 所以这里面我想要延伸几个问题 就是其实六个短片的故事里面 很重要的是它的每一个故事发生的时间点 其实在香港的近半世纪的历史当中 都是一个重要的转捩点 对你当时的一个创作企图是什么 一三六次这个书的书名 其实是最后我已经写完了 最后把这个稿子交给这个片子 片子跟出版社的老板跟我讨论这个书名应该叫什么 最后不是叫一三六次的 我写的时候我也没有 这个书名其实是叫年代季 年代季 记录的季 对 没错 因为其实我最想的就是 这个故事应该就是 关于香港不同年代 作为这个背景的故事 但是它每一个时代也是作为背景而已 比如说2003年这个SARS 台湾也是很严重 但是这个故事跟SARS是没有关系的 但是如果有一点点也不算暴雷 就是最后有一个决士 他说最近好像有一些病毒 我出来好像有一个生病在流传 就是把一些我们经历过的一些大的事情 也放在这个故事 让这个他们也感受过 我们就会觉得 这些人物也是我们身边的一些 发生过的一些事情 发生过的一些真的存在的人物 因为其实刚才我记得 我说比方说Charlotte Holmes 是 富尔摩斯 富尔摩斯最成功的一点就是 你真的 当时我不是说我们现在 我说这是一百八多年 一百九多年的时候 英国伦敦的人 他们每一天 这么久是看这个 富尔摩斯的连载吗 他们看的时候 他们会觉得这个是发生了我们生病的事情 他们会看到富尔摩斯在坐这个佛车 他们会看到他在看报纸 是看这个日常电话 但我觉得他是真的一个人物 所以就是这一种真实感 就是做了一个不同的感觉 但是我们刚才说 其实他也是最传统的一种推理小说 富尔摩斯他的子爷 他们是 工作人员的 是不存在的 是假的 但是他们 我们会觉得好像真的有这样子 是是是是 所以其实一三六七也是啊 刚一开始的时候 我就冠正德的这个工作 他是警方的顾问 对 香港警方没有顾问 如果有也不是 所以香港应该是退休就退休了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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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这么特别的 他他退休他可以再做 做一些工作 但是他还是做一个精进 就是真的做一个警察 不是做一个什么自由的顾问 对对对对对 而且他涉入那个案件比警察还要深 对对对 但是这样子才才好玩嘛 但是也因为转换了这些年代 也会让我不禁想要 因为那个推理的评论家郁田成嘛 他评论你的作品就是说 这是只有香港的作家 才写的出来的 香港的推理小说 因为他的那个在地性 就像你刚刚讲的 他跟你旺刑警不一样 他的在地性是很强的 那以我们在台湾的读者看起来 因为我们看了太多的港片了 港片太多那个警匪片 所以就会代入感非常的深 就是对于你所形容的 不管历史舞台 即便它是一个虚构的故事 我们都可以跟很多很多 我们所认识的香港 或我们接触过的作品 把它给连接起来 那么对你这样的一个 土生土长的香港人来说 在像年代季一样的 你本来的书名 去看每一个阶段的香港的 警察的形象的演变 其实你有没有特别的想要去表达什么 我想其实也有 而且我想已经放进了这个故事里面 但是我也不想说太多 因为其实我有一种感觉就是 每一个作者读书的时候 他们的想法也会不一样 是 我作者想的 其实不一定是每一个作者他感受到 如果他觉得是什么样子的 就跟我原来的想法 其实不一定有关 所以我就不想说太多 但是如果你问我自己的时候 我有把我的一些想法写进去这个故事 比方说你看这个第五章就是1977年的时候 你会看到就是香港警察跟这个ICAC 有这个冲突的故事 我看到那些警察跟那些工作的态度 跟如果你看另外其他的态度是不一样的 我想就是其实就在这些地方 应该有我想写的东西就放在里面 是 所以你里面有一句话让我非常有感觉 就是说警察到底我们对自我的认知里面 他是一个身份 还是他已经变成了一种职业 跟其他的打工仔 其实是一样的 似乎也说明了你去看这半世纪以来 同样的这个角色在这个社会当中 他对自己的或人们看待他的那种转换 跟不同 对 所以这个就是 为什么我会问你警察 就是因为你写了这么多的警察 我好想知道生于1970年代的你 好 警察在你的心目当中是什么形象呢 你说你刚才看很多港片 对 以前香港应该有没有看过香港的电视剧就是 梁乔回的 辛扎师兄 对 其实这个我觉得很有趣的 因为其实如果你问我 因为我是1975年出生的 所以其实对我来说应该就是 1980年代 就是我成长的最长的时间 如果你问一些比方说1960年代出生的人 他们会说香港警察不是好东西 他们会这样说 因为其实就是60年代的时候还有很多 40年代的时候还有很多的贪污 贪污 对 但是1980年的时候完全没有了 所以你问我 我觉得香港警察很好啊 非常好啊 超级英雄 对对对 因为而且就是梁乔回嘛 对对对 没有看 没有看了 没有看了 还有刘德华 当时还有另外一个电视剧叫 《打猎》叫《猎鹰》 《猎鹰》我没有看 没有看 但是你也知道就是一个 是不是好像是二底的 Undercover的故事 有些像个警察 其实我觉得有一个比较有趣的现象 就是1977年之后 ICAC就是联金公署 是不是 联阵公署 联阵公署 成立之后 香港的贪污的问题 压得很小很小 但是其实香港警察的形象还没有提高太多的 但是香港的政府跟这个警察部 他们又想我们有想方法 让更多香港的市民 知道我们已经跟以前不一样了 就是这个时候 TVB也做了这些决击 对 因为这些决击 有很多香港的年轻人 我觉得香港警察其实是很好 我们就去投考这个警察 我们就去做这个警察 而且就是因为这个形象 形象变好了 就吸引了更多真的是好的人去做警察 因为其实 人才投入了这个类语 对 人才进了 所以他们这个80年代的时候 是90年代的时候 香港警察就是有很多很多人才可以用 所以他整个部门做的好 其实是这样子的 如果你说 为什么六七十年代的时候 为什么要 那个时候香港会说 好 豪宅不当差 好难不当差 对 好难不当警察 所以其实真的不一样 我1994年的时候进大学 我念的是Computer Science 我记得我日学的时候 有一位学长 他毕业了 他比我大四年 我问他你毕业之后要做什么工作 他说他去考这个警察 而且因为他是大学毕业 医科其实可以考这个inspector 就是很高级的那一种 对 所以其实就是 比如说大学生 而且就是你念这个Computer的 我去做警察 也是 为什么 但是因为他 我们觉得是不错的自己业 其实就是这样子 现在很重要的 资讯警察 真的 我说现在很重要 电脑时代资讯警察 对 才重要的 但是他不是做这个技术方面的 对 是真正是 对 我知道我最后一次在电视看到他 他是做这个Oge Oge Oge就是重案 重案方面的一个很重案 对对对对对 不是电脑方面的警察的 是 这些都是很在你身边的故事 可是我不管从魔虫人间 它其实是一个很奇幻的加恐怖的 它是一个非常虚构的一个故事 然后到这个是近的 也有很远方的 像摩迪 摩迪那已经远的不得了了 甚至于时空都很远 时间要到16世纪 空间的话要跑到欧洲去了 而且我那时候看摩迪我还蛮佩服的 你其实刚开始写摩迪的故事 从西方我们很熟悉的这些童话故事 一直过来 那个时候你才出道也没有很久的时间 你怎么这么大胆有这么大的企图 其实真的说的话 摩迪第一篇的故事 就是拿这个英国童话的 Jack and the Beanstalk 杰克摩斗的故事 来改篇的推理故事 其实哪一篇应该是我第一篇 那个是参加比赛的作品 我之前有写过一些作品 但是没有公开的 没有出版的 就是只是写来给朋友看来还的那一种 真的写完了投稿参加比赛的 其实就是这一篇 所以其实不是 那时候还没有出道 我没有 还没有出道你就写着这么大胆的题材 但是其实就是因为没有出道 没有出道你没有负担 所以天马行空你想写什么 你写什么也可以 反正我当时也 当时我没有想过 我自己为协作做的 可是你怎么会有这样的灵感呢 把童话故事变推理 当时我想参加 这是台湾推理作家协会的比赛 当时我有看过台湾推理 这个金文奖的一些以前的作品 或者是想 我看他们就是很多参赛者也是写这些 比方说台湾社会的一些故事 如果你有做一些很特别的找评审的眼球的 的一个作品 你就找一些很奇怪的主题 所以你要跟人家不一样就对了 其实我原来 原来我不是写这个 参加比赛的 我是写另外一个故事 也是跟刚才我说的 就是现代这个协会的一个谋杀案 这样子的故事来的 写了一本发觉 我没办法在这个三万字 他的比赛有这个字数的规定 对对对对 就是三万一万五千以上 三万以下 那还蛮难写的 我写的一本的时候 写了一完多字的时候 我发觉如果这个故事 要写完应该有四万字 所以写完不了就放弃 就写另外这个故事 但是另外一边时间差不多 就是他有一个借稿 对 截止的期限 对对对 我就想啊 写什么故事好了 想我就看我的书甲 书甲上面有一本书 是日本人写的 叫这个令人尽律的残酷 《格林童话》 类似这样子的书名 我之前有看这本书 他们就 他这本书就是说 其实这个童话 原来就是很猎奇 很恐怖的一些故事来的 我看到哪一本 我就想啊 其实我可以 做一种推理的手法 把一些童话故事跟推理放在一起 可不可以呢 我当时在想 就写了这个 杰克莫德 哦 其实这样子来的 当时其实也没有想太多 就是因为 就是参加比赛 缓一下 我觉得这是 网络是很伟大的 以前如果我想要参加 我有兴趣去写作 就虽然我喜欢 我有参加比赛的话 我有把它 邮寄寄到什么地方 还有填什么东西 还有寄做什么 去做很多的手 怎么说 做很多过程 对对 但是 有网络吗 我看到 当时的比赛 他们就说 写完之后 把这个文件寄过去 寄过去 Email就好了 我就做了 这个简单的事情 就是这样子而已 谢谢科技帮助了你 对对对对 第二年我在参加比赛 就是写第二篇 就是莫迪的第二篇 就是蓝胡子 蓝胡子 对 那一篇就 第一次参加就热维 第二次参加就拿了奖 我第二次拿 就是第一篇拿奖 之后我来台湾 就跟台湾的一些出版社的编辑 还有其他的作家见面 我就发出 原来写作业可以当一个企业的 所以我就当 其实我觉得 我真正出道是哪个时候才是的 就是在哪个时候才开始想 我的career path 又怎么走 所以奖对你来讲很重要 很遗憾 它影响了你后来的生涯抉择 成为一个全职作家也 其实我不知道说这个好不好 但是我在 我在 我在书讲的时候 我有另外一个访谈 我也要说过这个东西 所以其实也是公开的 我就说 奖 奖的那个头衔 是不是那么念 那个头衔 头衔是很重要的 对一个作家来说 但是不是对作家自己很重要 是对片集很重要 因为片集出版师 他们是看你有什么头衔 如果你 你比方说你 啊热威什么奖 拿个什么奖的话 他出版的书的时候 他会觉得这个 呃 呃 怎么说行销 方便一点 而且就是 片集也是中间的阶层嘛 他有老板嘛 是 如果他看了一个人 一个作家 新的作家 没有名气的 他把他出了书了 但是书卖的不好 老板问他 你为什么选这个作家 这个新的作家 如果那个作家有一些头衔 他会说我不知道啊 他拿了这么多奖 老板就会说有眼光 也对了 对啊 他拿了这么多奖 但是卖不好应该也是 应该也是 吐血 吐血的问题 这是这种想法 但是如果他什么也没有的话 老板就会怪这个片集嘛 是是是 所以其实我 我有这种想法 嗯嗯 其实好奇的确是拿了蛮多奖的 但我自己也觉得那是史之名归 为什么呢 因为不管是我看你写香港警探的故事 或是我看魔帝 还是魔虫人间 在这么多的不同类型当中 我觉得你的创意好丰沛哦 而且最厉害的是 除了刚开始的那个发想创意之外 其实有很多的故事 他本身他必须建立在现实上面的幻想 嗯 其实你的考据 我觉得是很严谨的 我就以魔狄来说好了 你看你自己写香港的故事 他是在你的生活跟成长 可是魔狄是在那么遥远的地方 就像我讲的 16世纪够远了吧 欧洲够远了吧 据说你写哈梅林那个故事的时候 对对对对对 你还真的跑到那个地方去 去看女巫到底是住在什么样的山上 对 对 就是必须要考据到这样的程度 在这种 对你来说 其实这很陌生的时间跟空间 你写作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但是我想说一点就是我写的也是小说嘛 嗯 是虚靠的嘛 是假的嘛 所以其实我虽然我要做一些取材 对 跟你写一个nonfiction的那一种是不一样的 嗯嗯 我可以找我想找的东西 我看到了一些东西 我觉得我可以把它放进自己的故事里面 但是如果我想写一个东西 我找不到的话 我可以就是把它用一点 呃 技巧 对对对对对对 不能说的太负面了 技巧 对 把它写的好像很真 很很就是很好像是真的 但是其实我没有不知道的 但是我觉得因为它是小说嘛 小说其实拓着不为真的把所有的东西去 不会拿去对比说真的历史上的文件是这样子的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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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过来他们会说 原来这个真的是跟那个有关 他们会觉得很高兴 但是如果真的有一点落差 就是说这是小说嘛 这个是小说的 一点 权力 不是 权力也大便宜也大便宜也大 还好 因为他本来就是一个 比较虚构的童话 第三篇就很麻烦 非常麻烦 因为这个哈梅 哈梅人的那个 故事其实 他有真的他自己的历史了 他是真的事件 对对对 对 所以其实但是 而且那个事件好像后来 也没有真正的水落石出 对不对 不知道 到现在都还不晓得 还有 我想应该是永远不会知道的 因为是真的查不出来的 但是为什么我写这个 其实就是我是Jerker模特的时候 觉得好玩就是 这个主角之前就是破了 这个哈梅人的案子的 哪一个主角 那个线上吗 我不想写了这个东西 所以之后我就想方法 把这个东西写出来 所以你让他连起来了 就变成一个人 对对对对对 因为其实我当时我想 如果我有写俗篇的话 我就有写 跟写这个故事 但是当我发觉 我真的有写这个故事之后 我就发觉有很多很多东西 我也找 所以其实为什么 莫迪的刚才我说了 我参加比赛应该是 2007 08年的时候 第一篇跟第二篇 其实这是 070 08 09年 差不多那个时候 完成了出版的 但是为什么 莫迪这本书 应该是两年前 一年两年前才出版的 对对对 为什么就是因为 我当时发觉 我没办法写 写到第三篇 写不出来 有太多东西 其实没办法想清楚 而且就是不知道 刚才你说 16世纪 对 而且最大的问题 其实就是 哈姆林这个故事 这个历史 是真的发生过 而且它不是16世纪 是13世纪 对 13世纪的故事 哈姆林当然呢 哈姆林想的方法 把它劝起来 也做完整 如果甚至是什么 看书就好了 我不说太多了 对对对对 我们不能够那个爆雷 好大家去看书 因为这个小说很好看 不过因为你刚才 讲到这个点 倒是让我觉得 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因为推理小说 有一点很特别的是 那个解谜的过程 就是我们要 根据所有不同的人事物的线索 慢慢的抽丝剥茧 然后才能够去推进到 那个事实的真相 所以我好好奇 推理小说的创作 就是说 你是先想好了 一整个架构 知道说我要怎么样的方式 去解开谜团 戳破这个轨迹 还是说 有一些小说家会讲 他是写故事 写到一半的时候 其实故事线 后来会自己长出来 完全脱离了 他自己本来的设定 你是属于哪一种 第一种 完全是第一种 就是一开始的时候 已经想好了整个大杠 如果没有想清楚的话 我不会动笔 比方说 其实刚才我说 这是莫迪 那个故事 第三篇 其实一开始 我也想好故事最后应该有发生什么事情 是是是是 但是我就发觉我没办法从开启到最后有一个好的完整的方法去找到这个重点 因为中间想不到怎么走 所以就把它停下来 是 一定要想清想错 我才开始动笔的 而且其实我觉得 因为我写的也是大部分也是推理小说 就算有一些不是太推理的 刚才说 某种人间是恐怖的 但是这个恐怖小说也是一个很讲这个架口的一个恐怖小说 所以其实我也没办法就是写到一本的时候 我说原来想去A 就要变成B 好不好 做不到 但是有一些 你刚才说的那种程度第二种程度 其实我在之前我的经验还没有写作经验没有那么多的时候 我遇到 比如说我一开始已经想好了 最终重点是A来的 故事写到一本的时候发觉 为什么这个人物他我想他做A 但是他如果叫这个故事发展他应该会变B 最大的麻烦就是他说的话 他还会说如果要做得好应该是C 就出为一个ABC的问题 所以这个是最麻烦的 所以通常一些故事写到一本的时候就没办法写下去 比方说有这一种问题 我就重新想清楚 说不定会把整个故事的架构把它粉碎掉 再重新做一个大杠 也有这个可能 但是如果你说的第二种如果我不是写我这一些小说的话 也说不定可能会用 但是我想机会比较小 刚才你说第二种比方说做这个客观小说就可以 对 因为其实原来比方说他就是想这个故事原来就是想太空旅行这个部分 他最好怎么结束也没有关系的 这就可以但是我自己的小说就是很重视这个最后的最后的重点 如果没有想清楚的话我不会动笔 我记得你在一个访问当中曾经讲过说你觉得推理小说 娱乐性是很重要的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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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那也是在你构思的时候这个所谓的娱乐性就已经被想在里面了吗 我们说退理小说 是我们中文的退理小说 这四个字 但是其实如果你说英文的话 英文他们会说这个是mystery mystery novel mystery就是谜团 谜团不一定退理 这是恐怖小说 齐万少说也是有一个谜团 就可以叫这个mystery了 我觉得mystery它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意外性 你看到书你觉得 有一些意外的时候 你怎么觉得很有趣 对对对因为我看的过程 我觉得结局应该是那样 结果完全跟我想的不一样 其实不一定是 比方说恐怖小说也好 齐万小说也好 你看很多很多有趣的小说 你不觉得有趣 就是有一些 the unexpected的东西出现 所以其实这个意外性是很重要的 我们觉得有趣 就是刚才你说的娱乐性 其实跟这个意外性是很有关系的 所以其实我觉得 而且就是刚才就是这个问题 这是意外性的问题 如果你没有想清楚最后最后的这个重点 我一开始想到这个故事最后应该重点的意外性是在什么地方 这是这个爆点 如果你没有想清楚那个爆点 比方说刚才我说的客腕的故事 只有客腕都是叫喜光光还是遇到这个外星人 对还是有一个人拯救了大家 对对对原来是不意外的 对 其实不一定有趣了 所以你们在铺陈的时候很厉害 你们已经有想到说我们在看的时候 我们会以为那个支线应该是怎么样 可是最后你刚好要给我一个出乎意表的结果 其实这一点是非常困难的 我之前就是我很久很久一起参加比赛的时候 另外一个作家叫高普 高普他另外一个参加我跟他认为同一个经文奖 这是我拿手奖拿一次 他认为另外一篇 我看了之后我觉得非常非常有趣 但是它是一个客腕的故事 客腕推理的 像他推理的时候讲的 但是我觉得有一点奇怪 因为我觉得如果让我之前来写 我有些地方我写的方法会不一样 我就问他为什么你这样的做这些写法 为什么这样写 他告诉我 他这样写是因为 因为这个一句话 外行看热闹 内行看门道 门道对这是这一句话 我就当时觉得啊对了 因为其实就是刚才说了一个 如果你说你没有 你看推理的时候看不出来那个media吗 我唯一看穿的只有1367的第一个故事 好 这样算厉害吗 厉害厉害 如果看不出来的就是外行吗 外行我觉得热闹很好看 但是如果你是内行的 你一开始已经看完了这个所有的media了 你还会觉得你做得好 而且你做的地方 比方说做的每一个 detail也做得好 我觉得这个就是 这一句话我觉得真的很对 其实你自己是不是会跟其他的推理作家去做交流呢 因为其实你还有一本书叫做侦探兵士 是跟其他的香港的推理作家一起出了合集 你们一个人贡献一个故事 但每一个人的故事都是以香港来作为主题 就是像这样子的合集 就是可以带给读者什么呢 其实我觉得这一种交流的机会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如果是神文学 神文学的那一边 他们有很多这一种的做法 因为我们看到有些神文学的作家 他们有很多交流 有一些合集 他们有不同的作家 但是流行小说方面 我们看到很多时候也是做着自己的书 没有什么智慧做这一种的合集 其实台湾也有了 台湾有出台湾版 到现在应该已经有四本 出了第四本 一年一本 我们这是每一年有一个主题 比方说去年年尾出版的那一本 是一个很好笑的主题就是猫 猫 对 之前我们知道之前一年就是谁这个疫情 就是COVID COVID这个背景 这我们想做一个比较轻松一点的主题就好了 大家就想什么主题比较好 我忘记了哪一个说 如果是猫的话 销量会比较好 大家也喜欢猫 对对对 所以我们要做 后作家自己还要想到行销呢 因为其中一个作家也是老板 也是那个出版社 香港哪一个出版社的作家 他是作家还是总片 而且也是老板 这个作品 但是我们就是有一个主题 我们每一个人就想 在这个主题之后 下我们可以写什么故事 之后我们也会看对方的故事 我们就想 原来大家有不同的想法 有一些不同的碰胀 我要新的交流 而且最重要的就是 如果我拓着 比方说是某一个作家的书迷 他会认为 因为比方说我那个作品 冰尸茂有跟 比方说有我 有三个客观的很有名的唐贤 唐贤先生 比方说如果你是唐贤的书迷 但是他不认识我 他为了看唐贤的书 所以买了冰尸茂 所以他认识了陈浩基 对说不定不一定 不一定是我还有其他的作家朋友 还有文杉 黑茅西 黑茅西跟文杉 也拿过这个豆腾杖式 是是是 还有茅西 茅西刚刚也来的书检 还有叶透子跟波菲斯 这是不同的 还有刚才我说的老板 我组片是旺日 应该没有漏掉 没有漏掉 怕漏掉 不好意思 想一下没有 因为其实推理作品有 它不算是很大众的流行的小说的旅行 因为它比较烧脑 对对对就是这样 但是其实我觉得 推理小说不一定是骁脑的 当然有一些很骁脑 但是有一些是很轻松 但是你又知道 你有选书 你也不知道哪一个作家 是不是很骁脑的 还是很轻松的 但是如果你要这种合集的话 你就机会找到一些 原来这个作家的作品 很对我的好味 那么这样说 它就会增加多一个图子 这个是最重要的 对 其实讲到推理小说 像你这么会说故事的人 你可以用很多的形态来说故事 那你为什么会选择推理这种形态 也就是说 你为何成为一个推理作家 其实我真的没有太想清楚 因为其实我本来就是很喜欢推理小说 是 我小应该是小学的时候 我有看那些 其实我最小的时候 小学应该就是二三年级的时候 我喜欢看就是童话 童话故事 就是那个年级就是看童话故事 是是是是 还有一些 啊 所谓的世界民宿 民宿 有什么 Tressa Island 金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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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当然是比较翻译的简单的讲义的版本 但是我应该我记得应该是小学五年级还是 应该是五年级的时候 第一期看这是富尔摩斯 Chalo Homestead的故事 一看之后看到第一篇我忘记应该是玉石的那个玉 王冠 绿王冠 绿王冠 我看过之后我就觉得之前看到那一些所谓的世界民宿完全不好看 哈哈哈哈 我不会说玉王完全不好看 这是不能个不能被 在你心目当中 对 因为这个只是刚才我说那个意外性跟这个与娱乐的感觉是完全不同的 啊 你看刚才你说的那些故事他有他的意外的地方他有他的有趣的地方 但是你看这个富尔摩斯他就是完全把那个最重要的就是那一个最后的意外 那个谜底的正向的解论的部分 所以其实对我想对一个小学生来讲冲击是非常非常的大的 嗯嗯嗯 在哪一个时候就很开始ứ Он还是看其他的书 但是《推理小说》就一直没有停下来 中学的时候就会找一些其他地方的作品 比如说看《黄格证实》 《黄格证实》 《孕文导》 那一次 Church 之后我刚才我说 我没有想过自己写作 其实当时台湾就是2000年代的时候 台湾很多出版社出了很多很多推理小说 然后小说看了更多 因为其实就是台湾的出版社很愿意出 我们才有机会看 就看了更多就去修了更多推理的东西 而且就是我觉得如果这样的故事 我自己说不定也可以写出来 其实最初是这样子上的 我听过一个故事 就是日文很有名的生圈诚意 他最有名的小说是人性的证明 拍过电视剧 生圈老师他本来是当这个饭店的 应该是做柜台那一种饭店的 但是哪一个饭店就是在这个 日本的最有名的出版社 这个文艺春秋旁边 文艺春秋的片集 我把那些不交稿的作家 关他们进去这个饭店里面 不是关啊 就是因为他们把它 老师还没有完成 完成最后这样子 请你到那边把它写完 他们的作家也会觉得 好了我就找一个地方 方便我工作有什么时候 我要找这个片集过来商量 一些部分也可以 他们就是旁边嘛 而且就是那些 卓家他们写完那个书 比方说他们写完之后 他们就想回家了 他们就把那个稿子放在这个柜台 交给这个柜台 所时候这个片集我过来 我现在回去睡觉就是这样子 听说这是生圈的时候 他就是复杂做柜台嘛 他就是看了很多 先看过很多作家的作品 他看了之后 我觉得啊 其实这种作品我也写得出来啊 他就真的真的写得出来啊 哈哈哈 我还记得我没有看过 但是我觉得生圈的第一部作品 其实就是饭店的故事 高层的洗脚 就是饭店 所以真的也是从他的周边 而来的那个灵感 所以其实我想很多作家 他们也思维有 不一定是这样刚才说的 那个故事那么夸张 就是你会看到作家还没有出版的作品 但是我们说 比方说我想也有 我想应该有一些拓绝 他会看我的书 他看我就有这种水准 我也写得出来 一定要 但是我就觉得这是非常非常好的事情 因为如果他有这个感觉的话 就写就好了 因为说不定我们就另外更多 下一个岛田将士长的特主出来 说不定就是他 所以如果你觉得啊 这个作品我也想得出来的话 就写 就去创作写新的故事就好了 对啦可能是有啦 但是我觉得要超越你 真的没有那么容易啦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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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门槛真的是还蛮高的 不过你刚提到了就是横沟正史 对你有很大的影响 而且你每一次在访问当中 你总是会提到玉门岛 为什么他影响你哪个部分 然后你为什么这么喜欢玉门岛这部小说 王沟老师他是一个本格推理的很有名的作者 玉门岛他就是这个荆田一系列 不是荆田一系列 是他的爷爷 然后荆田一庚祝是不是 对对对对对 刚才说的那一种本格就是一个侦探警察也是笨蛋 不太笨但是还有笨蛋的地方 但是我觉得玉门岛他最厉害的 他其实不是很强的故事来的 我觉得他应该 技术因为日文跟中文不一样了 所以其实也不能说 但是他的篇幅真的不是很强的 大强篇 但是他有的元素是非常非常的丰富 就像西方欧美的那一种古典推理的那一种杀人的轨迹 但是我觉得最特别的地方就是这个轨迹的这个故事 最后最后的谜底的部分是只要放在日本二七代之后 哪一个时代哪一个地方才说得通的 嗯嗯嗯嗯嗯嗯 所以没有人把玉门岛当作一个社会派出来是不是 没有人 你说你受他的影响算是蛮深的 对对对 这跟你写香港的某个时空背景 特定时空背景下的故事 是不是也有关联 你有受到那个影响吗 我想这个就比较不太有关 不太一样 他影响我有其他的地方 比方说我伏笔的安排啊 伏向的回收的做法 一开始在一些 有一句话是怎么 长 长 high a leaf in the tree 就挺长的 长叶玉林 对对对 那一种做法 的做法其实我觉得就是 我从文革老师的书学了很多 但是真的你还不知道他在买伏笔的时候 他已经买了 但是如果你说刚才说年代的 跟社会有关的那一种 比方说《易上流济》那一种短片连着的 其实是皇上首富的比较影响比较大 有一本作品叫《第三十十校》 那一本书其实都是 也是短片的连着 但是他短片是每一个短片就是同一间警察局的不同的部门 最后他们每一个部门的那个故事 那个人物也没有关系的 其实比较像哪一个做法我觉得 是那你玉门导为什么要看那么多版本 而且看那么多次 因为我一直觉得看推理小说最大的乐趣 就是跟着文字在抽丝剥茧 推向最后真相的那个过程 那我如果再重看的话乐趣是什么 刚才 就是你在学习它怎么去它的写作技巧跟思考逻辑吗 刚才说过了就是内行看门道 如果是推理小说的话 每一个时间看同一本书 你看到门道 看不同的我觉得 然后作者写完一本小说 推理小说之后 它不会有一个教科书 告诉你为什么我在这里这样写 是是是是 我不知道的 我们是之后才慢慢才找到 原来它是这样做是有这个意思的 那怪不得你会成为推理作家 我不会了 因为我知道结局之后 就觉得好像要再看另外一本了 我也明白 只能看热闹 对对对 但是也不一定是看热闹 但是比方说做导演 编剧其实也是 是是是 同一同一部电影看很多很多次 其实也是 我觉得也是这个原因 了解了解 你自己有特别喜欢的推理作家吗 除了像你刚刚提到的这个 恒沟正史 当然很重要嘛 恒山秀夫你觉得也有 导廷教师老师啊 导廷教师老师 你都得了人家的手奖了 导廷教师老师说他的话 二十一世纪本格推理的那一种想法 嗯 这个有一点好像比较 啊 怎么说 专门一点 我想大众不一定会觉得有兴趣 但是 如果你是推理作家还是 就是 而且是就是写本格推理的 你 一定会 遇上 他说的二十一世纪本格的那一种 啊 啊 这一种旅行 嗯 刚才我说了很多例子 就是本格推理啊 啊就是比方说 Charlotte Holmes那一种 对 啊 啊还有这个刚才有说过那个 啊 他他给他的丈夫杀了那一种 本格推理的例子 但是你看 那个本格推理的例子 我放在 那个他他给他的丈夫杀掉的例子 我放在一九零零年 跟放在二零零年 嗯 跟放在一九五零年 是 放在哪一个地方其实也可以的 对没错 因为其实就是很普通的一个 老公杀了老婆的故事嘛 啊 刚才我说二十一世纪 是我理解他的 他的理论其实是很多的 很长的 这是我一个其中一个很简单 介绍的一个部分 他的想法就是 本格推理应该是要找一些 新的方法去做这个轨迹的核心 对 刚才说那个 啊 老公杀他老婆是用 啊 从窗 杀死他的 他 没有什么特别啦 但是 如果他是用一种手法 那种手法是 以前的人 比方说放在一九零零年 是不可能发生的 啊 放在一九五零年 也不可能发生的 嗯 放在 我们现在这个二零二三年的时候 嗯 他是 会发生 但是很多人不知道 这个事情会发生的 嗯 他 就是一个 二十一四子 本格的那一种手法 比方说 啊 我不知道 你有没有玩过这个 Open AI 嗯 你记得 这个看 看新闻 我不玩但是 但是你看新闻应该知道 有这个Open AI的哪一个 就是你可以跟这个Open AI的机器人说话 对 问他一句话 他就会大理很多 他就会问 但是其实他是AI来的嘛 是 如果你这个idea 你放在一九五零年的时候 那这不可能发生 不是 他是科幻小说 对 他还可以成立 但是他们 突然会觉得这个是科幻小说 啊 对对 他还存在幻想 他不是推理小说 但是我们知道这个 不是不科幻的 对对对 我们每一个人也可以玩 是是是 其实就是这样子的 这个题材跟这个主题的地方 是有一点不同 这个是最基本最基本的那一个21世纪的要求 后面还有很多其他的理论啊 跟手法啊 但是那一些太深我不谈了 哦 怪不得他说你的遗忘刑警很符合21世纪的 我觉得其实不是啊 因为其实他也有说过 遗忘刑警他有他的一些部分 OK符合他的一些要求 但是其实他对一些地方他觉得还不够深 啊 还不叫21世纪 啊 如果你说21世纪的话 我记得啊 刚才我说文献 啊 文献那一本小说 他特长是意向有拐 嗯 意向有拐的那一部书 早天老师当时我记得他的评语 他说这比较特别的就是 我们写21世纪的本格 我们就想一些啊 老科学啊 啊 AI啊 那一种很高科技的那一种元素的做这个推理的主题 啊 文献的那一本书 他使用这个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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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社群的 社群的 社群的 文献就是把这个crowdfunding跟这个SNS的那个概念 跟这个轨迹配合变成的一个故事 嗯 真的是非常有趣 嗯 我觉得那个就是一种啊 很理想的一种21世纪的本格的推理 我听你这么一说 我觉得推理小说家 好辛苦哦 你们要不断的去追求新知 而且对于很多领域的敏锐度 可能要比一般人还要更高一些 而且涉猎的层面 真的是非常广 所以你会看很多推理以外的东西 或者是你必须要实实的保持警惕 去求知新的事物吗 嗯 因为毕竟你要把很多的科学 放入你的一个写作方法当中 但是其实我觉得现代人其实每一天 你我们做这个节约的时候 你会看到每一个人也就挖手机 嗯 但是其实 那看的不一定是有营养的啊 对 但是比方说你看 你看Facebook 你看IG也好 还有你会看 比方说你看圣文 圣文也有很多 比方说我们知道 日本这个回程的寿司 现在就是 对对 舔酱油 对对对 其实我们 我觉得我们现在是计讯太多了 不是太小 是太多 就是你不想接受的时候 你也会接受到新的计讯 最大的问题其实不是 你没有机会去留意一些新的计讯 最大的问题是 你如何找你有用的计讯去用 是 没错 所以其实这个才是我觉得最大的问题 如果我想写一个东西 我就会去比方说上这个Wikipedia 去找找他有没有什么治疗 还是去这个书店 其实其实很好笑啊 有一次我跟另外四个作家有出过一本叫 快 筷子的筷 筷子的筷 筷子的作品 筷子的作品 我跟香港一个作家就是叶头子 刚才有提过他的名字 他在冰室也有分 台湾的两个作家 一个是肖商城 一个是学习师 还有日本的山津田老师 也很有名的恐怖小说 合作做了一个解笼的小说 那个小说我的部分是最后一版 所以我就一看完他们的作品 但是其实我很晚才看到最后的戏片 当时我在台湾 我住在东门的饭店 对 我看完那个作品 在想啊我最后一个故事 应该怎么写的时候 我想到了 但是我有些地方 我想找不到那些资料 我就是跑到机器堂找书 哦 对 就是啊我想应该就是这样子 找参考书 就是买了回饭店 而且其实整本书很好的 我不会看完 因为就是我想要的地方 我知道是怎么 你把它取出来 对对对对对 就是看哪一些看的什么有用的 其实就是这样子取材 当然还有另外一些做法了 比方说啊 我现在在皇冠杂戏 有这个连载作品 短片的作品 其中之前应该已经出来了 这是一篇作品 就是那个故事的主角 是一个四周四 四周四 对对对对四周四 其实我不客走的 我说我很多年没有客走 红走 白走 我真的不懂 为了想哪一篇 我看了很多很多的网站啊 外国的中文的也有 看一些书啊 写了这个故事之后 我有一个朋友 他就是四周四的 我把我的作品给他看 我问他有没有问题 他看完之后 他就说啊这里有地方 有什么地方 如果是他 他不会怎么说 他会应该怎么怎么做 我就跟他的意见去授改 对对 所以其实也是一种取材的方法 对所以你取材跟你的学习的管道 真的很多耶 对 那除了推理之外 你还会喜欢看什么书呢 因为你又喜欢童话 又喜欢历史 对啊 我历史上 我没有什么不看的书 真的是 因为其实我觉得如果是有趣的书 我就会看 对我也想说一个事情 一个事情就是 有些想写这个推理小说的新的新人 比方说 因为我要做这个评审 做这个一些推理小说 还有不一定是推理小说的小说讲的评审 我知道有一些新人 他们会觉得啊 我想写推理小说 我就看推理小说就好了 不成 不成 真的不成 如果你只看推理小说 你写的就是推理小说的二首课 二首课 是 你就是模仿 比方说你看完这个富人摩斯之后 你就觉得啊 我很想写一个故事 就是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的故事 是 那么你只是一个模仿富人摩斯的故事 是 如果你想写一个维多利亚时代背景的话 你就应该去找一些nonfiction 对 去看看 啊 维多利亚时代的背景有什么 真正的背景 对 还要看一些其他的文学 是 就是哪个时代的文学 看看哪一些人他们是 因为不是每一个人也这样也像这个富人摩斯哪一种的个性呢 就是他会怎么说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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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骂我 反驳你啦 或者是提出不同的意见啦 我不知道这个是 是 是 他又是不是脏话啊 啊 哈哈 哈哈哈哈 不然不然是我知道 是脏话 很多人 但是我想不到这是哪个中文应该是怎么说 啊 如果是 这个是剪掉就好了 哈哈哈哈 我觉得导播太开心了 哈哈哈哈 剪掉就好了 我们 啊 哪一个这怎么怎么怎么说应该是 如果他是 不知道 不知道什么 哈哈哈哈 中文应该很好了 这个维多人 哈哈哈哈哈哈 因为因为广东网也很多很多说话就是 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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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原来唱反调啦 是的也是 但是但是 但是就是 欸 如果你是看富人摩斯 就是有这种个性 但是如果你写的话 那个时候他其实 哪个 英国是一个很耀雅的 呃 呃 民族嘛 是 他们不会有怎么 如果你是很臭皮的那一种 就是很 啊 啊 啊 很地下的那一种 处境的那一些 比方说是当选员随手的那一些人 他们才会说很多不可吃的话 那一种人 但是如果你看 只看这个富人摩斯的话 你写出来就会很奇怪了 就没有那些真实的感觉 这几年你看过 最有感的大概是哪些作品 在你自己本身的阅读来说 你可以跟我们大家来分享的 最近其实我在还 最近一年多我还在忙写作 所以其实我看书的 看书看很小 我去年看过的书 我想应该也不到五本还是十本 还是这几年 还是在你的生涯当中 对你特别有影响 还是说你会特别推荐给我们 刚才说玉门岛 一定是其中一本 另外其实刚才我说 比方说文学方面 文学方面我很喜欢 鲁迅的呐喊 因为我知道台湾 应该是有一点静止的理由 现在不会了 现在不会但是以前 就是台湾是看胡适的 中国大陆是看鲁迅的 对上个是两遍的看 鲁迅的作品其实我觉得真的是很值得看的 比方说他狂人日记 还有阿Q 是 阿Q 比方说一件小事 这是很短的 其实我也觉得不算是小说了 差不多已经是散文的 但是到现在我还觉得这一个故事对我影响非常非常的深 我的每一次也提升自己 不要记住皮谱下的小来 你知道这一句话吗 就是他因为他在骂这个妻夫 那妻夫是扶这个老人家 他也觉得自己连这个妻夫也不如 就是我觉得 所以其实刚才你说什么 我什么我很厉害啊 我什么是推理第一日人啊 其实真的不是 有啊你们那个出版社的文案都这样写 文案是他们行修的关系 我不承认的 因为怎么说 但是我的确觉得很厉害 我个人是敬佩的 如果说第一日人是第一次 我觉得OK 因为是第一个拿什么什么奖 第一个拿这个台北书检大海奖的香港人 这个是真的是第一个 我就觉得这个是一个客观的说法 但是其实文物第一嘛 这个你怎么说它是最好的呢 不一定嘛 就是你不能说这个苹果还是这个凤梨比较好 Apple好 Apple比较好还是Pan Apple比较好 大家的口味不一样嘛 没关系至少在我的心目当中 我觉得 这个OK 你是华文推理第一 如果有一些都有觉得 我觉得我的作品是最好的 我觉得我很感谢他们 但是如果你觉得我的作品不算最好 它最好的还有很多很多人 我觉得没有关系 嗯 绝对没有关系 嗯 以华文推理来说 我个人觉得是的 那如果说呢 用你的专业来讲 最后我有两个小问题要问 第一个就是 如果我要用很简单的一句话 跟大家介绍 所谓什么叫做推理小说 你会怎么讲 推理小说就是一个 用很有趣的方法 去找金上的故事 啊 其实我 我也说过很多次 就是推理小说 其实是一种 啊 啊 他的他的阅读的最终 啊 目的就是看 找这个金上嘛 叫这个谜笔嘛 啊 所以其实如果你喜欢看这个推理小说的话 你应该会对 你很多的事 身边的很多事情 也想记得他的真实的一面 嗯 如果每一个人也有这个想法 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好事 的确 如果我们觉得啊 每一件事情也不跟我无关的 嗯 嗯 呃 比方说台湾如果说 同性的婚姻 他们结婚 他们同性 同性跟我没有关 啊 这个他们的权利跟我无关 啊 但是这个 你其实就是不好的事情嘛 你如果每一件事情有关 想找他的真相 比如说啊 你甚至到啊 都在这个 哦 他们的权利是好的还是不好的 你想你是支持还是不支持的 嗯 其实你支持还是不支持 也没有关系 但是你没有知道 真实的情况之下 你就去表态 那就不好了 对的确哦 好奇 求真 然后养成自己的思辨能力 对对对对 看推理真的很重要 然后呢 最后我们名人书房 一定要来讲阅读嘛 啊 所以讲完了这么多推理之后 也请陈浩基告诉我们 阅读 对你来说是什么 一句话简单讲 阅读就是啊 愿我们啊 全地这个啊 怎么怎么说 全这个知识的 传递 全地的知识的一种手法 而且就是一种 你不同这个啊 啊 电影 影音的那种 那么影音还要是那个媒介 还有一种 比如说你有这个 Digital的媒介 有低片的媒介 对 阅读的话 可能我说啊 还有书本 还有纸 但是我们现在看一下 我们在看一些 很古老几千年以前的诗版 下面也有文字 是 其实也是阅读的一种 对 而且这个 全地的不一定是 还有其他的 就是全地一些 实实的 实实的工具 所以其实我觉得越多 就是一种 全地人与人之间的 思想的一种媒体 对 说得太好了 好 谢谢浩基 今天跟我们 养了很烧脑的 一个多小时 谢谢 但其实他的小说 真的非常好看 不要怕烧脑 一定会让我们 有激起无限的 追求真相的好奇心 谢谢 谢谢